嗨,大家好,欢迎来到小麦说 小麦最近发现自称某某大师的老胡佑真的越来越多了 都有赶KPI的感觉了 大师本来是指有真功夫的学者、艺术家、棋手等 比如中国象棋特级大师王天一 人家就是难得一见的象棋天才 凭借自己的实力收割了各种比赛冠军 象棋大师是真的名副其实 但是大师这个词也没有专利可言 只要你脸皮够厚 所有人都可以说自己是大师 在脸皮够厚的前提下 加上你一张能说会道的嘴 即使是毫无实料的骗子 也能把人耍得深信不疑 最近有一个活佛翻车的新闻 一个普通人通过各种手段 把自己伪装成了洛桑单身活佛 十年来非法敛财两亿元 居然能骗十年 我真的也是罪了 如果骗子有断位之分 这位大哥简直是最强王者 来看看他到底是如何做到的吧 首先是对自己层层包装 这个洛桑单身活佛 原名叫王兴夫 在二十年前 他只是一个监狱的公职人员 八十年代正值气功热 王兴夫觉得这是一个 潜在难逢发财机会 于是他一边做监狱工作 一边做起了气功大师 走出了行骗的第一步 当时改革开放没多久 人们对气功这种玄学深信不疑 认为学了就能百读不清 甚至获得特异功能 所以他特意开了密宗洗心工班 疯狂收割学徒们的钱 在八十年代就能月入五千以上 但好景不长 国家出了政策 把他的忽悠财路给断了 那么一个贪心爆棚的人 怎么能放弃行骗呢 气功不搞了 那我就去搞佛教继续忽悠 在二零零六年的时候 王兴夫认识了四川省俄罗斯的志工活佛 这期间对志工疯狂献殷勤 送了很多的钱 最后志工收他的为徒 让另一外徒弟 卤龙接待了他 难道这就是金钱的力量吗 其实金钱本无好坏 是毒舌还是方便 完全看用人的心是善还是恶 接着他进入第二段活佛改造 普通人是做不了活佛的 国家有规定 活佛转世需要满足三个条件 一是当地多数信教群众和寺庙管理组织要求转世 二是转世系统真实并传承至今 三是申请活佛转世的寺庙 是转世活佛僧级所在此 并未依法登记的藏传佛教活动场所 并具备培养和供养活佛转世的能力 而王兴夫只是一个有着忽悠能力的老骗子 没有一个条件 他是能沾边的 他又是怎么能做到的呢 志工活佛的弟子汝荣 就是那个让他逆天改命的人 首先汝荣给了他搞来两张藏族身份证 然后用洛桑单真这个名字开始了佛教忽悠 万事具备后就差一个坐床活佛转世仪式 王兴夫就能成为信徒眼中的活佛了 为了能让仪式成功运行 路人和其他僧人组织满天过海的仪式 一个江湖骗子摇身一变成了洛桑单真活佛 最后他们把坐床仪式录像成了光盘 把王兴夫PS成了很高大上的活佛形象 让弟子到处传播 但骗子怎么能成活佛呢 他也知道自己是骗子 目的当然还是要行骗了 自王兴夫以洛桑单真活佛名义开展活动后 先后在沈阳北京济南成都等建立了八大核心道场 核心道场下各社分道场 发展弟子三千多人 每年每个弟子都会给王兴夫上交供养 弟子们也深信不疑对他的供养会换来福德福报 在这里皈依要钱 其法名要钱 一切都是需要钱 他还自创了三级灌顶的修炼课程 费用由低到高四个等级 全部修完要花五万元以上 从网上购买一百元的花瓶 在这里做完法事后 变成了龙王宝瓶 卖给弟子用来祈福 根据大小祈福分为一千三千五千元不等 花几千块钱对着瓶子祈福 我也简直了 有点理智的人都会发现真正的大德会说这些吗 在弟子面前 他是备受敬仰的活佛 在外他是一个开了好多家公司的老板 通过各种方式骗钱 他总共非法敛财尽两亿元 成功进入亿万富翁行列 他的这种敛财行为完全违背了佛教所说的 做一个菩萨一个僧人 你应该去救度百姓 帮助他们去理解佛教 他完全就是披着僧人外衣的恶魔 王兴夫不仅冒充佛教敛财尽两亿元 还要求弟子发毒誓 终身听命于自己 编造身家持双修的外力写说 对女弟子进行精神控制 他要求弟子在归一时 必须在归一信息卡上亲笔写下毒誓 如果判施判刀 干受五雷轰顶 被毒蛇咬窒息 被车撞死等县世毒誓 一旦女弟子发下毒誓 他就开始进行身家持的歪理写说 要求女弟子听命于自己 把身体作为一件法器 任由他这个活佛来打造 这人说话一股出戏的口音 让我真的很难跟活佛完全联想起来 而且这说话一股PUA的味道 我睡你就是为你好 你不让我睡你的身体就会很脏 这些弟子是怎么能相信的 我只能说是贪嗔痴的心 相应贪嗔痴的心吧 古人说恶有恶报 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最后王兴夫被判25年有期徒刑 非法脸才2亿元 其性质恶劣 小麦觉得再加个10年都不过分 近年来各种大师 菩萨 活佛 层出不穷 本质上都是骗子以换皮的方式来骗人 像王兴夫这种假活佛 则是利用弟子们的心理 加上自己不错的瞎掰能力 便能让无数的信徒上当 很多人都不能理解 怎么会有那么多人傻钱多的人 或者说这就是信仰的力量吧 如果你仔细观察 会发现这些弟子 要不就没有目标 需要靠别人引导前进 要不不求上进 没有理性 盲目迷信 要么做了亏心事 心念不振 贪嗔失 心念爆棚 只求佛佛 菩萨保佑 虽然王兴夫的欺骗行为让人愤怒 但是这也恰恰反映出了 当下严重的社会心理问题 科技日益进步 物质的飞速发展 可是人的心理状态越来越糟糕 生活压力使得 人不断的向外攀缘 不断产生焦虑 忧郁 急躁等心情 精神上的疾病 当你陷入这样子的一个情绪中 你看到的佛还会是佛吗 你还会理智 有智慧的去分辨是非吗 任何的宗教只要是正法 都不是教人向外求 特别是求神拜佛 求庇佑的这种心理 佛教告诉我的是 如何慈悲 如何学习智慧 如何向内求 如何找到自己的本性 开启自身内在的佛性 这个世界上能救赎你自己的 只有你自己 你自己都不帮你自己 佛菩萨又怎么来会帮你呢 佛陀只是以他自己的亲身经历 告诉了我们有解脱的方式 达摩祖师也早就曾开示 所谓末法时代 世人的贪嗔是三毒鼎盛时期 三毒也障碍了人们正信佛 对正法的亲近 末法时代群魔乱舞 磨皮僧衣 败坏佛法 看看现在的社会现象 看看自然界的灾害 都是印证于我们处于这样一个末法时代 但这也并不意味着 我们不能修行 犯行 最难的不是修行 而是如何选择善知识和修行的法门 这也是为什么我要做这样一个频道 希望把自己近年来修学的体悟 和道次第这一本殊胜的正法 分享给大家 如果你有缘看到我的视频 希望你能和佛法相应 如果你觉得有些不相应 或者是宗教迷信 或者我在胡说八道 那也没有关系 也请你口下留等 但如果你能打开认知偏差 抛开我键 多了解一点 并且用心体会一下我说的 你就会发现 真的会有佛陀说的 不可说 不可说的体悟 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你对这样子的社会上的 这样子受骗的一些行为 会有怎么样一些看法 一些想法呢 也欢迎大家能够留言 和我一起分享大家的一些体悟 那感谢大家的聆听 希望佛法给你带来 不一样的内心体悟 那我们下次再见